一部拍摄了17年的经典剧作 师徒四人揭秘许经路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位唐僧初次相识 笑谈唐僧背后 22年后 西游记剧组作客艺术人生 敬请关注 说到西游记 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不同版本的西游记 但无论如何 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的脑海当中 闪现出来的西游记的人物 一定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而且的各路神仙妖魔鬼怪 都是神通广大 我就琢磨了 今天这机会实在难得 我跟他们斗上几个回合 看看啊 到底谁的本事呢 咱们谁知道在西游记当中 是哪一位演员 自始至终一直参加了拍摄 好 大家说得一倒都不错 那现在我们首先有请六小灵童 首先问你 这部戏拍摄了多长时间 前后 从82年算起到 2000年年 就是续剧播出的话 应该是在17年 17年时间 比唐僧西天取经的时间还长 也就是说 一个23岁的小伙子 等这部戏彻底完成的时候 已经是40岁的人了 那就是他 很多人都想 居住大家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劳动 这个现场观众当中啊 有很多都是当年 参加过这部戏的演员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在这里 真正的 见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我先啊 为大家请出几位 看看大家 到底认识不认识他们 来 有请 这谁啊 看来这个大家都认识 我要说明白的是 这位唐僧 是在这部戏当中 最后取到真经的 那个唐僧 咱们接着往下猜 有请 不要提示吗 你这个 谁啊 猪八戒 猪八戒 不是这么不好听啊 这个 没关系 我听习惯了 听习惯了 我应该算老猪 你就是小猪啊 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请 老爷 谢谢 好 谢谢 谁啊 咱们先说明了 咱们是猜出来的 还是真的看出来了 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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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啊 沙合掌 对 还有一位应该 还有 当然还有一位 咱们说师徒几人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小白马 还有一小徒弟 白龙马 牵马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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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在这戏里头 其实参加拍摄的时候并不多 还烙一 白马王子的这样一称呼 在这个戏里头 看到您这个形象 实际上是一匹白马 是一匹白马 对 而且我知道最早的那匹白马 还不是白的 是早红色的 他们用白漆给人刷成白的 刷成白的一过河 那个马掉水里了 掉水里上来之后 就看那个水面已经变成白的了 从水里钻出了一匹红马 实际上我非常感谢杨洁导演 让我演这小白龙这个角色 我演了差不多50多部戏 好多男一号 现在都被人忘了 就是这小白龙 一直让人还记着 所以我到现在非常感谢 我心里由衷地认同这句话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我特别认同您刚才说的那句话 无论参加拍摄的时间 长短与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参与了这一次西天取经的行动 并且把这个真经传播出去 一直到了现在 谢谢你们 真的要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看这些演员的时候 走在大街上也不一定就有人能认得出来 那么藏在他们这些形象背后的这位造型师 到底有多么大的神通呢 我们现在就有请著名的化妆师 王熙忠老师 有请 您是怎么琢磨出来都把他们画成那样 猪八戒还好点啊 沙河上也大概有一个形象 还有好多那种各种妖魔鬼怪 您都怎么琢磨出来的 瞎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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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记得王老师来做这个就是西游记造型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我们以经济为代表的很多的一些猴系造型 包括那种连环画 那个油画 国画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像我那个开始的时候 您忘了给里面放海绵 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感觉弄那个弹簧 对 弹簧 不断的改进 弹簧一扎上以后他不服贴 不服贴就须着 眼睛就在这儿像眼镜一样 然后贴上以后贴紧了 可以看出来了 弹簧不起座压扁了 一卸妆来脸成麻子了 那弹簧全扎的圈 那时候真是王老师想了好多点 听说您今天还带了俩学生来是吧 我给二位安排一任务行吗 边上的工作人员 现场的观众 你们随便挑 完了以后现场给我们画俩人 行吗 画一猴子画一八戒 对 你们捡那个 谁长得像猪八戒就给谁画 生活当中还像猴一样 老觉得吃亏 我们刚才边上造型好了吗 我们的节目是第一次 把三位唐僧聚集到了一起 在街上有没有人 我们直接管您叫观音菩萨的吗 有 其实我在《西游记》里边的戏特别少 那你们在剧组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想问你们 你们互相怎么称呼 有的时候有些事在一块儿 一急了 我说进来进来进来 猴子 他就听见了 不是急的时候 从导演开始到底下 导演当时叫猴子 都叫猴子 真的是 他这样就直接了更直接 更直接 我叫他猴子 因为戏里头我叫他猴哥 生活当中他就不是 他比我小 另外他虽然是这个比我小 但是他生活当中还像猴子一样 你觉得吃亏 他太精了 整个精法都不说 太精了 你看我们几个人正好没事 说咱们一块儿到山上去透透气 他呢 连续拍了几天 确实比较累 但是他不跟你直说 他说我不去了 我累 他不直说 我说进来咱们上山上转一点 直说你也不干了 肯定飞得转过去 完了他就说你 肯定飞得转过去 好啊好啊好啊 我先前面去了 前面走了 换上鞋 我们俩就跑到山脚下了 你看 进来呢 他问进来哪去了 我说上去了 走追 我们就追 追到板山腰了 他整个越爬山的 这汗越多 他喘不住上去 我说别跑这跑了 我说咱让猴子又给钻了 准没来 他说不可能 可能在上路的 我说不对 他没那么快 结果一下子 一看他 躺在床上看报室了一下 已经睡完觉了 完了 你干嘛去了呢 你怎么没去啊 我答应你们听 我就带他 躺在那个食堂里头 藏起我 瞧你们俩跑过去 非常得意 所以他生活当中 他还是猴子猴子 我就不能叫猴哥 留点猴子 本来不是 因为开始演了一个世纪 叫《初遥无忌国》 杨洁导演 老觉得就是 你这种灵气不够 就是猴子太老实了 他说你们生活中 完全可以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做一些相议的恶作剧 我记得当时最印象深的 深到什么程度 就我一个眼神啊 导演在监视机看 说你现在是往左 再往右 再到中间 完了再转眼珠子 一想 一瞪眼 你想这么演的话 我一个人都老在听外面的话 就老出戏的就是 那是一石猴子 所以我这也是工作需要 这生活当中的这些个 不断的有一些个小的玩笑 促成了我们整个在电视剧的展示上的 就已经有一个默契 你说走路 这行路 这摄像在前面就就开始 扛着机器就在那儿走 从那儿开始走 这走就走出花样来 这个不是说你走这儿 完了之后我过去啊 我上这儿来你躲那儿 没有 全都没有 我一拍他 他马上就知道了 真的就像是十都四人 这个去取经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状态 吃饭 我拿着吃吃吃吃 完了煎一块儿 煎你刚要吃 那马上就拿筷子就加你 那你干什么 你怎么还吃在呢 这剧本上都没有 你怎么还吃 我不是我说我 我给师父吃 师父你吃吧 师父还是师父 不吃 我不要 我不要 不吃不吃 那猴哥你了 你不要不要吃 全是我的 所以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默契的 这些小地方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刚才边上那个造型好了吗 造型大师瞬间打造悟空八戒 化妆真人秀 又将牵出西游路上 怎样的曲折故事 我们刚才边上那个造型好了吗 我们刚才边上那个造型好了吗 怎么样 你们俩是谁啊 松口空 松口空 什么这样 这真够神的 一会儿人就变成这模样了 疼吗 疼 难受吗 难受 真难受 闷死了 里边有他出汗了吗 那里头 你们 我这里面全是那个上面 铁在身上然后出汗了 对 都是粘的吧 水圈都是粘的 对 听说话好像味道都变了 对 这样捏着嗓子也挺像做空的 我觉得 好的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你们 看了这个造型之后 我突然想问 你们每天化妆要用多长时间 正常得四个小时吧 王老师知道 早上起来坐那儿到中午吃饭 都去吃饭 我这妆还没化完 你那红毛是在脸上站着吗 不是 它有一部分是勾在那个橡皮乳胶的脸上 有一部分是直接贴在自己的那个皮肤上 你看刚才 我们那个临时的演员 他贴的 他非常难受 他这个汗就在里头流 流了以后呢 他就冲开了嘛 那么冲开了以后影响表演啊 他就不会里面动 外面就不动了 必须那个时候要用很多 我只去把里头的汗吸干 完了再用胶水往里倒 用酒精 酒精先擦一下 沾好了以后才能演 你看我们在新疆 零上那个四十度 对 热死了火焰山的时候 火焰山 我们俩是最高的 最多的时候我们俩是八十 太少的是五十 他们就更少一点 所以对田上的从来没有计较过 从来不计较 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在你们的印象当中 还有特别难忘的让你们觉得很难闯过去的这种关卡 这种难 太多 咱们难挺多 你刚才我们播的你放的那个受洪汗那一集 你们看到这个点火都是在身上 直接泼的那种叫凝固汽油 就像浆糊那样的东西 一点了以后把眼睫毛都烧了 我们现在两次奥运会的跳水世界冠军 他叫熊尼 是吧 我们在八四年在这个湖南冷水江市的波月洞 排水电洞 要需要很多小猴 当时叫的呢都是湖南省的这个体下的跳水队的 体操队的 都他们一种小孩演小猴 这个熊尼在山洞里边 都有那个石头啊 就撞上了 我抱着他满脸满身是血 送到医院以后 我说导演得打麻药啊 大夫说不行 一打针以后 你对小孩将来发育呢脑子不好 可是他哭我疼啊 我就抱着他我说 只去流泪不许喊叫 咬着牙缝了二十多针 现在兄弟还记着我不记着我 那不一定啊 当然是小孩 我手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当年的收视调查 我给大家念一下 在我台播出的 代表不同类型不同题材 在观众中影响较大的十部中外电视剧 排列的第一的西游记 收视总额达到了89.4% 不识字或少识字的 占有的收视份额 大家说是多少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这些个不识字的人 他们不可能去读西游记 但是我想他看了电视剧《西游记》之后 一定会得到这部中国著名的古典著作 带给我们的精神内涵 对 参加了《西游记》之后 你们各位觉得对自己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应该说是有影响 至少对我来说是很有影响 每一次要做一个事情就像西天取经一样 从零开始一直取到真经为止 一个信念 没有过不去的火炎山 依然是有一种快乐的 痛苦着快乐着去看待一切事情 沙和尚是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将来我这几十年 就是按这样去做 牢牢实实的做人 实际我和汪月今天只是第一次见面 还是自爆家门吧 实在对不上 狼魔鬼怪我不演 因为我上来都演党的像这样的 要么不用看 一晃已经二十年 我那时候是八岁 自女儿国一别至今已经二十载 玉帝哥哥别来无恙 我想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一条西游路 却走来三位唐玄藏 同时取经人 却经历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三位唐僧首次相聚 禁述二十年岁月变迁 现在在台上的这位师傅啊 是取得真经的那位师傅 那在这之前还有两位师傅 一位叫汪月 一位叫徐少华 那今天的非常有幸 我们的节目是第一次 把三位唐僧聚集到了一起 让我们现在掌声有请 那两位唐僧有请 今天你们二位坐在台下 看着最终取得真经的这位唐僧 做何感想 那应该他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他取得真经了 也就是最后完成任务的是他 可是你们本来都更有机会取得真经 为什么放弃 当时有一个电影导演找我 说去拍电影 因为我想呢 在这个拍摄之间的监鱼上 这个间隙上 我抽出时间来垮拍 所以我这个想法当时是属于很冒昧的 但是我当时那种雪地方刚的学生 就会有这种想法 就很想多塑造一些形象 所以后来又去了这个电影 去电影 结果改剧本 这个幻演员 导演还开玩笑跟我说 这个汪月你得长头发 那时候光头上边留了一小组 为什么呢 在剧组里天天提光头 像他们这样就很疼很累 说当时为了偷巧呢 就猪八戒啊 杀和尚啊 有时候早上起来 就给我刮一个边 戴帽子嘛 外边是光的 里边这朵是头留的 然后后来我就记得 在组里给我起了个锅盔和尚 锅盔和尚 我现在不知道谁起的 结果后来长头长了个小平头 那个电影就是 一个小平头的一个技术员 那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无论您是为了完成 心中的电影梦想 还是因为别的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原因 您后悔吗 我觉得谈不到后悔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最朴实的想法就是 多干一些事 多干一些事 但是作为遗憾来讲 恰恰就是我有机会 能像孙悟空一样 把整个的一个决策完成 坚持下来 但是我没有 就是 但是他们两个后来的客观原因 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所以我遗憾 这一点 没有做到一个完整的决策 封献给我们的观众 我非常遗憾 谢谢 谢谢 还有工农兵大学生 所以说怀着上大学 一直是一个梦 那么后来西游记 拍了一段时间 拍到 我在西游记剧组 待的时间最长 是待了 两年零五个月 您遗憾吗 我应该 他刚才讲的非常好 我应该和他感觉一样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只要自己去努力了 或者是尽量按照自己 自己的目标去走了就可以了 应该是圆自己的大学梦 应该是 也是一种取经的过程 你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大学的文凭 是这样 小时候的梦想 自己的梦 有时候在外面演出的时候 做活动 或者有时候拍戏 有些观众问起来 为什么西游记 所以要有三个唐僧 我跟观众开玩笑的时候 我就讲 因为唐僧肉太好吃了 要多几块肉 那还有一种说法 说唐僧 唐僧在西游记这部戏里头 只要上相貌俊俏 就可以演 因为他不需要演技 你只要不笑就可以了 你们认同吗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作为演员来说 应该是给他难度更大 因为给他提供的创作的空间很小 更主要你把那个神得演出来 我为了演这个角色 为了达到师长的这种威意 吃得胖 吃胖 剧组里就说你吃 睡 大概一个多月 我长了二十多斤的肉 我回去电视学院 人一看那老师公 走到那边明天出来 又剃了光头 根本不认识我 我们还经历过上减肥呢 我也经历过 后来98年要拍续集的时候 杨岛又下令 当时我就很胖了 当时我是一百八一百九十多斤了 他也得 是 差不多 然后说一个半月之内 你们必须回到原来那个样 杨岛命令 必须再回到原来那个重量 那怎么回去啊 他就要回去啊 饿着 必须回去啊 吃胖可以吃了睡吃了睡 超复合锻炼 超复合锻炼 一个半月掉下来二十四斤嘛 减肥啊 一个半月见飞 当时我听到了吧 那个 我先感谢咱们这个艺术人生 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 实际我和汪月今天这是第一次见面 我以前没有见过汪月 在这儿是第一次见 我跟徐少华真正见面 还是在这次 98年 又拍戏又出拍戏的时候 才见到徐少华 以前也没有见过 我和汪月呢 有过一次交接班 对 王月在走的时候呢 我和汪月 当时是汪月 四十块钱请客 那会儿四十块钱不得了 那是啊 非常多啊 所以刚才说到那个 我和汪月进来 我们一起去吃了一次烤鸭 我觉得三个人 共同创造一个角色 是 并且这个角色 是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代表所有喜爱西游记的观众 感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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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剧中 他们的形象令人敬畏 在戏外 他们的面孔 却不为人知 各路神仙欢聚一堂 尽显庐山真面目 这样吧 自己自爆加门 还是自爆加门吧 实在对不上 就是谁演的谁 来 普贤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我演的是东海龙王 孙悟空拿那个金龙棒 就是我那儿的那个 定海神针 我演的是巨灵神 就把这个孙悟空把他打了 落花流水的那个 我演的是灵机菩萨 每一集的开头 穿绿衣服的就是我 我叫王伯昭 我演的是西游记里的小白龙 我叫靖根絮 我演的是 里头有个神仙是赤脚大仙 福星虽然是个小角色 但是呢 他给我带来了福气 我看您拿了一个这个小DV 您想记录什么 我就记录把这个场子 这个场面 难忘的场面 永远都记录下来 再过22年再拿出来 我们在这里相约吧 再过22年我们再拿出来 祝各位老师健康 长寿 谢谢 谢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齐天大圣最怕谁 观音 还有谁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和如来佛是不是 大家看一看 他们在我们现场吗 哪位是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谢谢 在街上有没有人 直接管您叫观音菩萨的 有 有吗 拍完戏剧以后有 我说我是假观音 我不是真的 其实开始演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因为我是个戏曲演员 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 我最记得第一个镜头的时候 那是拍那个救活 那个人生果 我记得我那还走的台步呢 我走台步 后来猴子 猴子说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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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走 我怎么走啊 他说你就生活上 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说是吗 我说那不好看呢 我说不美呀 哎呀不要美 你就生活上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给了我启提 后来呢我就每天呢 跑那个那个庙里面 上青宫啊 去看那个观音菩萨 真的 演的时间长了 我还觉得我就是观音菩萨了 感谢您 谢谢您 哎 刚才说了半天 咱们这个 如来还没上场呢 为什么要敬礼知道吗 地道战里的高传宝 后来怎么演了如来了 这是我在北影拍电影木屋的时候 有一天呢 王熙忠老师 他从那个化妆室过来叫我 他说 大哥你过来一下 给你一个戏你演不演 我说什么戏啊 他说西游戏 我那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我不演 因为我上来都演党的形象的 演妖魔鬼怪我不演 王熙忠老师说 演个神仙 我说我没见过神仙 怎么演神仙 后来他们就在坐着都乐 王熙忠老师指着我的脸 你看 前庭宝马 地阔房源 鼻子 鼻子 嘴像刀客的一样 我想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哎 哎 真是 各路神仙妖魔鬼怪啊 我们都见了不少 还有几位卸了庄 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 你比如说 牛魔王 来 我们有请 王老师啊 我有个问题特想问您 牛魔王在这个剧中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而且呼成那样 您的形象不可能有人认识 我说 本来我长得还可以 你可怎么耐得性 但是 我就是冲着个戏 冲着戏 还有一点究竟 就是这个剧的作风 都是非常谦虚谨慎 日夜在这玩命 这种精神在今天是多么的需要 我就觉得首先从这个剧组这种精神 我们大家应该给他们鼓掌 牛魔王来了 您的家人呢 这个 也不能不到场 是吧 是 铁扇孤种 铁扇公主 我要说的非常遗憾 她永远不可能来了 她已经谢世了 但红孩儿得来 是吧 红孩儿得来 这样吧 您先别着急啊 我的儿子啊 那当然您的儿子得来啊 我让您找 您肯定也找不着 这样吧 我请上来两位 您来认一认 哪个是您的儿子 看看他们俩谁是 牛魔王也有难住的时候 不是 我在这个给他拍戏是谁 是谁 是一个 不叫爸 人家不叫爸 人家不叫爸 叫什么叫父王 对 父王 父王 叫谁叫 谁叫我奖励你们二百个钱 把当年的宝贝给奖励了 谁叫谁是宝贝啊 我这儿子还有一点像我 对了 这是当年的这个红孩儿 那么这位呢 应该说 大家 你们剧组的可能都想不起来 或者说你们都不知道是谁了 这是咱们西游季当中的小唐僧 好 好 我非常感谢 我当时是叫杨奶奶 然后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杨奶奶 我要感谢她 然后感谢 我母亲一直说一句话 当初如果不是按照您的脸型选 是选不到我的 真的是这样 感谢 感谢您 拍完《红孩儿》以后 我也一直没有再演过任何的东西 我那时候是八岁 只有八岁 你想一晃已经二十年了 我现在已经二十七岁 眼看就要博士毕业了 但是 《西游季》这个剧组给我的印象 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现在在哪个学校上学 我现在在中科院软件所 我在读博士 读博士 对 什么时候毕业 应该年底可以毕业了 忠心的希望你无论毕业以后 在哪个部门工作 也都有能够得到这个西游季的真传 谢谢 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忘了付我 好的 再一次的感谢他们 谢谢 有人曾说 《西游季》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女演员 时光流转 当日红颜如今风采依旧 而一部《西游季》带给他们的 又是怎样的人生感悟 接下来我为大家请上几位美女 我觉得你的收获是最大 她在这个剧组嫁给了六小灵童 感谢西游季剧组 给我带来了缘分 和一个美好的家庭 其实我在西游季里边的戏特别少 虽然这么一点点的戏 可能对我影响特别大 这么多的老师 他们给我的感觉 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心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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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咱们西游季的导演杨洁女士 我发现导演的待遇就是高啊 一上场 众神仙 这个众妖魔集体体力 向您表示敬意 医生跟我说过 来是可以 一不要中暑 二不要激动 三不要劳累 我恐怕这第二个是最难做到的 因为看到大家在这里 许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能够不激动吗 说实在的 刚才我在边上坐了一会儿 听见了几位朋友的讲话 眼泪就忍不住了 我感到大家都是这么热爱 这么热爱西游季 这么热爱我们共同战斗过 耕耘过的那块土地 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志 在那里感谢我 我要感谢大家 因为没有大家 我什么也做不到 22年前 在我们刚刚要开拍之前 我们开过一个全组的会 在那个会上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 今来你们四个 我们将来这个戏 失败了 那是我挨骂 我浪费了国家的钱财 如果成功了 那光荣在你们头上 你们可能会全国之名 可能会世界之名 但是到那个时候 你们不要忘记 是大家的努力 托起了你们四位 尤其是托起了你这位孙悟空 普希经有一首诗 后面写着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让我们把那段日子 牢牢的记在我们心坎里 当造亲切的怀念 因为这是一段缘分 这事应该感谢杨洁 因为杨大远他坚持 一定要用我 我已经有九个作曲了 那么找到我是第十位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觉得 没有东西可借鉴 乐队方面我就大胆地采用了什么呢 电声跟明月 跟管学队的结合 你说那素空腾飞起来了 怎么让它腾飞 那你说用咱们的古增 那起不来了 用速写也起不来了 就是这个 当时就是在合成器上找啊找啊 找了很多音响 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这一下就有东西 就就就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 但是我就是很多遗憾的东西 你比方说当时很多特技 我现在看得挺难受的 没有三围 很多土办法 你想 所以这个这个 王熙忠老师说 他是瞎来 我说我这是胡来 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说 要认认真真办一件事情 就是要非常执着 你就坚持去办去 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会得到一定的回报 那么今天观众还喜欢 看戏友记 那我就劳动美白会 对 对 第十八罗汉 这个 从医院来 这样吧 我们热烈的掌声 这个欢送老人家 并且衷心地祝愿他 早日康复 赵令隆老师啊 他不识算 上台之前 让我一句一句地给他念 念完了以后 他就反复地记 记得就古日观赖书 上台这个 镜头一走 都不带措施 这点儿 给我印象非常深 这个老师 我是非常敬佩的 我要向他学习 谢谢您 谢谢您 游泡出发 游泡出发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一帆帆春秋冬夏 也尝尝酸甜苦辣 一尝尝酸甜苦辣 看闻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敢闻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甘闻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就消火迅之愚 太师母 绸 Heights 绸 Heights 绸心 绸ME 绸心 绸费 大人 绸《绸腾》 绸《绸腾》 绸心 绸全都解答 宜梦 绸腾绸 神绸《绸腾》 繁绸《绸腾》 绸《绸腾》 啊